第388章火舞与小五的吻 终 大师淡然道 那就对了 你的蓝银草虽然可以水火免疫 但却无法免疫雷电 你的控制力在面对雷电武魂的时候 有一定的被克制作用 因为你的蓝银草无法做到完全不倒电 我想 当初在面对我那侄子的时候 你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吧 如果你今天败了 一旦受伤 那么不论是你的心理状态还是实力 都会被削弱 如果明天我们抽签的运气差 继续抽到神风学院的话 你认为我们还能连续获得胜利吗 唐三眼中光芒一闪 老师 您的意思是要留我去对付神风学院大师点了点头 道 以你们的实力 全力出手战胜雷霆学院并不难 关键是我们在之后的一场比赛中 有50%的几率会碰到神风学院 我仔细观察过神风学院的实力 在五元素学院中 他们无疑是最强的一致 想要对付他们 你必须要出全力 今天对雷霆学院的比赛 相信你的伙伴吧 我现在宣布出场名单 第一个出场的人是 太龙 然后分别是 金灵 黄远 小五 戴木白 朱竹青 马洪俊 有没有问题 没有众人轰然应诺 在一起 他们是一个真正的整体 比赛很快就开始了 唐三静静地坐在台下 信任队友是他唯一的选择 运选赛放弃两场 致使史莱克学院没能拿到第一的名次 对唐三来说是一件汉事 虽然晋级赛在整个比赛系列中是最不重要的一环 但唐三早已按下决心 绝不再输 雷霆学院的实力很强 全部雷属性魂师的攻击力无庸置疑 尤其是爆发性 更是充满了暴力的气息 雷霆学院一共有四名超过四十级的魂师 这一点和神风学院是一样的 虽然赤火学院在这方面也已经追了上来 但毕竟不像这两大学院的选手 早已达到四十级以上的实在 对于这场比赛 雷霆学院显然也很重视 四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师全部排在了后面 宁可舍弃士气 也要先看清史莱克学院的出场顺序 第一场比赛 出乎意料的是 纯力量的泰龙战胜了对手 他凭借的并不是那恐怖的力量攻击 而是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纯力量魂师 攻击并不如何强大 但力量的恐怖也令他们的身体防御力极其变态 泰龙就是平击住自己那打不死小强的精神 硬生生地顶住了对手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耗尽了对手的魂力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面对雷霆学院之前 大师第一次对学员们进行了一些针对性战术的指点 他给泰龙的指点只有简单的一个字 拖 拖到对手魂力消耗殆尽 研究武魂这么多年 虽然大师不敢说能够辨识出这个世界的所有武魂 但他对各种类型武魂的优劣了解的实在是太清楚了 雷属性武魂最大的特点就是攻击力恐怖 爆发力强横无比 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平衡性 在强悍攻击力的外表之下 雷属性武魂也隐藏着他的缺点 强大的爆发性攻击威力无庸置疑 但同样的 在爆发的时候 消耗的魂力也要比其他属性魂尸要多一些 泰龙虽然不与对手对攻 但并不代表他完全不会闪躲 而他的对手在实战魂迹时为了战胜他 几乎是一个接一个的使用 虽然有不少攻击倾泻在了泰龙身上 但肯定不是全部 就是这样 当对手几次将泰龙轰倒在地 甚至头发都已经根根树立 身上衣服破损多处 可就在他认为自己可以击败泰龙的时候 却吃惊地发现 自己的魂力已经不足了 团战中 泰龙是绝对的肉盾 在大师的指导下 这些日子以来 他的防御力进一步增强 毕竟 他战胜的是一名雷霆学院的对手啊 泰龙带给雷霆学院的惊喜还没有结束 在第二场比赛 将魂力 魂技完全作用于防御中的他 又以同样的方式耗死了一名对手 雷电的攻击力虽然强 但却缺乏风属性武魂那种 以点破面的技巧 直到第三个对手 泰龙才终于因为魂力不支 在消耗了对手大部分魂力之后 任输下台 第二个出场的精灵 令对手更加头痛 他的武魂并不算太高明 但作为一名闽宫系魂师 精灵的速度 毋庸置疑 他的对手是强宫系魂师 大师给他的指点也只有一个字 多 再强大的魂技 也要命中对手才能发挥威力 精灵的速度明显比他的对手快 雷电再快 施展之前也有迹象 精灵凭击住敏锐的判断力 先后几次闪开了对手的攻击 逼迫对手不得不用大范围攻击魂技 来对付他 可是 当对手准备发动大范围攻击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魂力和之前两个伙伴一样 也陷入了危机之中 他击败太龙师的消耗还是太大了 就这样 精灵只用了一个魂技 就击败了他的对手 拖出了雷霆学院的最后四人 魂宗和魂尊的差距是根本性的 精灵虽然用着同样的办法 但雷霆学院一边的指导老师 显然也看出了他的目的 第四名上场的学员 根本就不给他任何机会 连续两个大范围攻击魂技 将精灵轰出了场地 一次性的魂力消耗 总比相互纠缠中不断的消耗要好 雷电属性魂师 魂师本就应该发挥出雷霆万军的特点 史莱克学院第三个出战的是黄远 他既没有太龙的防御力 也没有精灵的速度 但拥有独狼武魂的他 却胜在均衡 作为强攻系魂师 攻守平衡的他 最后虽然也败在了对手的 第四名魂师强横的攻击之下 但是 他也成功地消耗了对手的绝大部分魂力 史莱克七怪终于要出场了 史莱克学院第四个出场的是小五 小五虽然缓没到四十级 但也已经是三十九级的魂力 而他的对手魂力又已经消耗大半 施展不出强大的魂技 在小五的几次游斗和一次强攻之下 败下阵来 雷霆学院 第五名学员出场 雷天 四十二级强攻系战魂师 五魂雷英 双方之间早已经没有任何秘密 雷霆学院对史莱克学院的观察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在今天之前的比赛中会一直处于下风 而对手出场的 却只是几名三十多级的魂尊而已 大师的出场人员安排看上去很随意 但却恰到好处地克制了对手 利用对手的特点占据了上风 如果不是史莱克学院的出场名单中 并没有唐三的存在 恐怕此时单是士气 雷霆学院就已经要出现问题了 双方现在已经出场的都不是最强的队员 但戴木白和马洪俊在之前的比赛中 都曾经有过一川七的壮举 实力毋庸置疑 至少雷霆学院的正副队长 对他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因此 在前面的消耗性比赛中 双方谁获得优势 就自然能够取得主动权 此时 小五虽然在上一场有所消耗 但他却只是出场的第四个人 而他的对手却已经是第五个出场的 优势明显已经在史莱克学院一方 雷天冷冷地注视着小五 此时对他来说 小五并不是一名美女 而是对手 外人并不知道史莱克学院 自己的内部排名 在已经进行的比赛后 对于史莱克学院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 史莱克学院最危险的有三个人 唐三 戴木白 和马洪俊 小五虽然也曾经获得过不少胜利 但只有三个魂环的他 被关注的自然要少一些 史莱克奇怪这个称号 只是他们内部的称号而已 因此 在雷天看来 小五和之前的几名出场队员 并没有两样 就是来消耗他们实力的 比赛进行到这个地步 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时候 雷天知道 这场比赛自己不但不能输 而且要在尽可能 少消耗实力的情况下战胜小五 下一场面对戴木白 他并没有把握 但也要去消耗戴木白的实力 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 第389章 火舞与小五 下 速战速决 这是雷霆学院带队老师 给雷天的指示 雷天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伴随着一声雷鸣 一对带着扭曲雷光的羽翼 骤然展开 第三魂环紫光闪耀 身体冲天而起 飞行类魂式的优势 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在 对并没有远攻能力的对手时 更是可以令自己处于不败之地 但此时雷天飞入空中 却并不是为了躲避小五 有可能发动的攻击 而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攻击 小五翘声声地站在那里 一双美眸跟随着对手移动 他自身却并没有任何动作 飞入空中 雷天双臂展开 身上的第四魂环 在第三魂环之后也亮了起来 两个紫色魂环 在身体周围相互呼应 甚至能够让人清晰地感觉到 空气中的雷属性元素 正在疯狂的律动中凝聚 为了能够尽快战胜小五 他一上来就拿出了 自己最强的攻击手段 小五双眼微眯 依旧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右手将自己的蝎子便拉在身前 那种邻家小妹的感觉 分外惹人怜爱 两个光环同时闪亮 蓝紫色的蛇垫 开始围绕着雷天的身体 迅速激荡 一个暗蓝色的身影 从他背后浮现出来 正是他武魂的本体 雷鹰 一道道蛇垫 正是朝那苍鹰肢体上凝聚 以雷天的身体为中心 空中直径五米的范围内 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蓝紫色圆球 在雷电的牵引之下 整个空中 似乎都已经变得暗了下来 凝聚得越来越多的雷电 似乎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雷天的一双眼睛 此时也已经变成了蓝色 强大的压迫力 令小五身上的衣巾无风自动 但他却还是没有动 并不是他不想去干扰对手 而是根本无法做到 小五是近战型魂师 虽然他的跳跃能力很强 还有瞬移可以增加高度 但雷天学院显然早已研究过他的特点 雷天此时在空中的高度 正是小五最大攻击高度之外 不论小五怎么做 也不可能追得上他在空中的身体 小五之所以没有尝试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一旦身在空中 闪躲的可能就会变得更小 被对手充分发挥出 爆发性的攻击力时 他又怎能抵挡呢 雷鹰的体积在增大 雷天曾经很认真地听老师讲解过小五的能力 他能够如此安心地凝聚雷电之力 就是因为小五并没有追上来攻击他的能力 眼看着 那巨大的雷鹰已经增大到了身长五米的程度 雷天的身体悄然融入到那庞大的能量之中 五魂雷鹰的双眼亮了起来 那是属于雷天的双眼 气息瞬间锁定在小五身上 庞大的雷鹰从天而降 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和威压 攻击范围足以囊括小五能够瞬移的距离 就在雷鹰掉头而下的瞬间 小五终于动了 他直接用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 瞬移 身形一闪之间 小五已经在五米开外 而对手已经锁定住了他的身体 雷鹰在气机牵引之下 自行在空中改变了些许方位 依旧朝着小五冲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五的双眼却亮了 第二魂技 魅惑 发动 粉红色的光芒从小五眼中流露而出 雷鹰的双眼顿时与其接触在一起 半空中那庞大的能量出现了些许停顿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五双腿弯曲 身体嗖的一声 窜了出去 这就是对于战局的把握 小五的三个魂技对手自然早已经摸清楚了 从比赛一开始 雷天始终都没有去看过小五的双眼 可是 就算知道又如何呢 当小五施展顺移的时候 雷鹰在气息牵引之下改变方向 雷鹰的双眼就是雷天的双眼 雷鹰方向发现改变 雷天自然下意识地朝住小五看去 也自然而然地看到了小五那粉红色的眼眸 谁能想到 小五施展一个第三魂技的目的 竟然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第二魂技起作用 他的瞬移只是为了让对手看向自己而已 可就是这样的施展 却硬生生地用魅惑技能打断了对手 对自己身体的锁定 长腿有力地弹跳将小五直接送出到十几米外 暂时躲开了雷鹰的攻击 雷天心神恍惚只是持续了片刻 毕竟 此时他魂力全开 两大魂技同时作用 精神力自然凝聚到了他所能达到最稳固的程度 在发现不对之后 赶忙控制着自己的身体转换方向 再次去锁定小五的身体 可是 雷天很快就发现 自己已经无法做到了 没错 小五的魂力确实不如他 也比他少了一个魂技 更是身处于地面 但此时此刻 每当雷天想要锁定住小五身体的时候 立刻就会被小五的一个瞬移所打断 同时 小五在瞬移之后 马上会飞快朝旁边跃起 瞬移接弹跳 正好能够闪出他的攻击范围 令雷天必须改变方向 再次去锁定小五的身体才行 小五在弹跳之时 刻意使用了腰弓 他的身体几乎没有一刻是停顿的 不断大范围改变着自己的方向 跳跃的方向始终都是雷鹰势力中的死角 这样一来 小五只需要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 在提前一刻使用瞬移避开对手的气息锁定 就令那雷鹰的攻击力无法直接倾泻 大师给小五的指点 完全是围绕着一个闪子上 甚至在指点的时候 大师就已经预料到 小五会碰到的对手是这个雷天 瞬移虽然消耗的魂力不少 但这毕竟是第三魂技 对于已经39级的小五来说 并不是不能承受的消耗 瞬移本身又没有攻击力 相比于一般第三魂技来说 消耗的魂力还在少数 但雷天就不一样了 他连用两个最强魂技 那庞大的雷鹰看上去虽然绚丽 但也同时在不断地消耗住 他的魂力来维持和控制 哪怕是每一次改变方向 都需要极大的魂力来控制 此消比长之下 原本绝对的空中优势 竟然因为魂力的消耗速度 而变成了劣势 大师早就猜到对手会这样做 会让出场队员 以最强横的攻击来战胜对手 他给小五的这套设计 根本就没有包含攻击在内 如果雷天只是在地面上 拼击住自己的四个魂技 和高于小五的魂力 与小五正场一战的话 失败的必然会是小五 毕竟 远距离的雷电攻击 本身就克制小五的能力 再加上之前又有所消耗 但雷天却正向大师判断的那样 想要一举击溃小五 这就让小五事先演练的战斗方式 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要知道 当时小五在练习的时候 配合对象是使用凤蜜天翔 随时准备锁定 他施展凤凰笑天机的马红俊 比赛进行到这时候 已经毫无悬念 雷天终究没能坚持到小五魂力耗尽 他自身就已经被两大魂技拖垮 象征性地指挥着 即将无法控制的雷鹰轰击而下 得到的也只是在比赛场地中央 开个大坑而已 小五甚至没有出手攻击一下 灰头土脸的雷天 就已经丧失了继续战斗的能力 从而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比赛进行到这个时候 雷天学院队员们的脸色 都已经凝重地要滴出水来 史莱克学院虽然也已经出场到了四个人 小五也明显是强弩之末 可却连一个四十几以上的魂师 都没有出战 他们却已经被击败五个人 尽管对手的名单中并没有唐三 可雷霆学院却知道 这场比赛想要获胜 也已经很难很难了 评审席上 一直观看着这场比赛的血液 大地眼中一彩连连 好 好一个史莱克学院 没想到 他们在面对雷霆学院的时候 也能胜得如此轻松 甚至连唐三都不需要出场了 您风之微微一笑 道 陛下 您是否看出 为什么史莱克学院 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当然是实力 这些孩子的实力 似乎比预选赛的时候更强了 他们团结在一起 团战时固然很强 但我觉得 他们单个拿出来 却似乎更强 那个四十多级的小胖子 在预选赛中 居然没有出战过 难怪您宗主 您会看好他们了 您风之微笑摇头 道 陛下 您只说对了一半 我仔细观察过 今天这场比赛 史莱克学院明显变得不同了 您说的没错 他们的实力 似乎多有所进步了 这应该是不断通过实战 和自身修炼提升的结果 但就算如此 他们也不该在眼前的情况下 就获得如此巨大优势的 只出场了几个 并不算是主力的人 就已经战胜了 雷霆学院五名队员 还包括两名 四十几以上的魂师 这绝不只是实力 那么简单 如果论实力的话 史莱克学院 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第三百九十章 运筹帷幄 大时尚 哦 学业大帝 有些惊讶地看向您风至 您宗主 我怎么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您宗主的意思 是战术一旁的白金主教 萨拉斯开口说道 不错 史莱克学院的实力 确实要强过雷霆学院 但也绝不会强到 眼前这种程度 他们之所以能够 获得这样的优势 完全是因为队员出场顺序 和战术 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表面看去 双方武魂并不克制 可实际上 史莱克学院一方 却通过种种形式 迫使对手被自己所克制 而且是全面克制 战术的应用 出场队员的巧妙安排 才造成了眼前的情况 出现血液大地目光凝聚 向宁风至递出询问的目光 宁风至点了点头 萨拉斯主教说的没错 正是因为战术 血液大地奇怪得到 在之前的比赛中 似乎并没看出 史莱克学院的战术 有多么出色 按照你们的说法 这显然不是凑巧 萨拉斯淡然一笑 道 当然不是凑巧 有那个人在史莱克学院 又怎么会是巧合呢 看来 教皇大人的选择是对的 这个人对于武魂的研究 实在太深刻了 难怪会让他成为 名誉长老 血液大地皱眉道 萨拉斯主教阁下 我不太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 萨拉斯微微一笑 站起身 道 陛下 我还有点事 先告辞了 至于我说的是什么 宁宗主完全清楚 宁问他就是了 说完 他也不等 血液大地有所表示 带着几名护卫 离开了贵宾席 一丝怒光 从血液大地眼中闪过 只有他和宁峰志 才能听到的声音 从嘴边流出 这个萨拉斯 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宁宗主 他所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宁峰志道 他说的那个人 就是唐三的老师 因为魂力不高 只有三十级左右 却拥有着 武魂殿名誉 长老身份的人 这个人乃是 蓝殿霸王 龙宗门的后人 在武魂的各方面研究 我也要甘拜下风 熟悉他的人 都称他为大师 大师 血液大地 显然也曾听说过 这个名字 脸上顿时流露出 若有所思的光芒 血液大地眼中 突然金光喷吐 在那一瞬间 他身上爆发出的气势 一闪而眉 虽然只是瞬间 但坐在宁峰志 另一边的 古多罗古戎 却用一只手 按在宁峰志的肩膀上 传入一丝魂力 血液大地 身上爆发的气息 完全是向正面发出的 除了他身边的宁峰志以外 并没有其他人感觉到 金光收敛 血液大地的神色 恢复了正常 刚才那瞬间爆发的 王者之气悄然消失 宁宗主 你说的是真的 宁峰志肯定地点了下头 虽然在蓝殿霸王王家族中 他被称之为废物 但在我看来 他却比整个蓝殿霸王王家族 更加重要 血液大地深吸口气 晋级赛结束之后 麻烦宁宗主帮我引荐这位大师 把宁峰志刚才对血液大地 说的那句话是 得大事者的天下 宁峰志轻叹一声 如果大师是那么好招了 他现在就应该在武魂殿了 我给陛下的建议 想要招揽大师 从唐三身上下手吧 他是大师最在意的弟子 也只有他 才可能决定大师的走向 至于其他的人 哪怕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的 组长在这里 以大师的脾气 也绝不会屈服 血液大地和宁峰志对视一眼 长出口气 我明白了 我会安排的比赛再继续 史莱克学院一方依旧是小五 而雷霆学院出场的 却已经是副队长雷动 雷动 43级控制系战魂尊 武魂 雷珠 作为雷霆学院战队中 最强大的控制系魂师 他的整体实力 虽然比队长略差些许 但实力也是极其强悍的 武魂附体 雷动身上 响起一声破裂的声音 八道雷光同时从背后涌出 形成了宛如蜘蛛长腿的样子 虽然没有唐三的八珠毛那么长 但看上去也极为奇特 除了这八根雷珠腿外 他身上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两黄两子四个魂环 彰显住他强大的实力 唐三自己有一个魂环也是来自蜘蛛 唯一的魂骨也是 因此 当他看到对方的武魂之后 顿时格外关注起来 希望能够从对方身上借鉴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伴随着裁判一声比赛开始 雷动的双手同时从身体两侧抬起 再向下虚按 身上的第三魂环顿时亮了起来 只见他背后的八根雷电长腿同时刺入地面之中 一圈圈圆形的蓝色雷电从手掌中释放 并不是朝小五 而是直接注入到地面之中 蓝色蔓延 以网状的形态 飞快地向周围扩散住 明亮的蓝色光网覆盖的面积 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小五仔细地注视着对手 但雷动却闭上了双眼 显然是不希望被小五的魅惑技能 打断了他这第三魂技 小五脚下轻动 巧无声息地在外圈游走 雷动的身体却始终跟住他的动作 而转换着面向的方位 他是闭着眼睛的 小五的动作又非常轻巧 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小五的方位 无疑是他魂技的作用 那张蓝色的光网就像是他的眼睛一样 把握着周围的一切 比赛场地的面积很大 雷动释放出的光网 蔓延到直径20米时停了下来 这显然不足以覆盖整个场地 但这个面积却保持住了 当光网成型之后 他开始一步步地朝住小五的方向逼近 唐三突然感觉到 此时雷动所使用的方法 和当初活武对付自己是很像 虽然技能不一样 释放的方式也不同 但却都是范围覆盖 雷动的光网虽然没有 虎武的抗拒火环效果那么直接 但明显更加危险 一旦小五被笼罩在那光网的范围内 必然会产生危险 小五开始加速了 当他看到雷动朝住自己逼迫而来时 立刻开始在场地外圈奔跑起来 尽可能地拉开自己与雷动之间的距离 他的做法很简单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维持一个第三魂技是需要消耗魂力的 不过 雷动显然不打算给小五 像上一场那样的机会 在压迫了几步之后 他突然停了下来 虚按地面的双手一翻 掌心向上 双臂同时抬起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地面上的蓝色光网 随着他手臂的上举升了起来 竟然就那么飘向了空中 雷动突然睁开双眼 大喝一声 蓝色光网飘飞而出 追踪着小五的身体飞了过来 小五的速度很快 这毋庸置疑 但那毕竟是直径二十米的攻击范围 雷动在睁眼的一瞬间 正是把握小五落地时的片刻 气息直接锁定了他的身体 蓝色光网在空中旋转飘荡 快速地从天而降 笼罩向小五所在的范围 弹跳 瞬移 小五将自己的速度完全发挥出来 希望能够脱离对手的攻击 在他的计算中 完全能够在光网追击自己的时候 脱离对手的攻击范围 但是 很快小五就发现了不对 当那光网距离他越来越近时 他明显感觉到一股吸扯的力量在牵引着自己的身体 哪怕是用出瞬移也无法完全逃脱 小五毕竟已经参加了两场比赛 此时体内的魂力剩余不多 更无法连续瞬移 当那蓝色光网对他的身体产生出犀利的时候 不只是他的身体被吃缓了 那蓝色光网覆盖而下的速度也骤然增强 双手抬起 从雷动掌心之中各自喷出一根蓝色的光丝 他身上的第一魂环闪亮 两条光丝分别从两个方向抽击向小五的身体 发动的恰到好处 正是小五身体前行的必经之路 也是小五刚刚完成了一次瞬移 厚利无法接续的时刻 控制细魂师对于战局的把握能力 确实不是强攻细魂师所能相比的 从眼前的局面就能看出雷动的实战经验 和对战局的把握明显超越了上一名雷霆学院的队友 怎么办 小五现在面临的是抉择 面对两根挥击而至的雷丝 小五的潜力爆发了 第391章运筹帷幄 大师 钟 身体再次腾跃 雷丝随之而动 追逐住他那修长的胶躯 人在半空之中 小五的身体突然折了下来 以腰部为中心 做出了一个人体几乎无法达到的动作 即使硬生生地距离雷丝只有数寸之处闪了过来 此时 上面的雷网已经照下 小五的身体还没有落地 眼看着他就闪躲不开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五头部猛地后仰 长长的蝎子便抽击在地面上 就利用那一点反弹力 将自己的身体再次送出树面 延缓了被雷网笼罩的时间 而这点时间 也正好能够让他那倒翻的身体落到地面上 双臂撑住地面 腰弓发动 但这一次 小五却并不是向外躲闪 他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 直接朝住雷网冲了出去 双腿绷得比直 此时的他 就像一只离弦长剑一般 令人吃惊的是 小五身体弹出的一刻 他的身体正好与那雷网保持垂直位置 他选择穿越的位置 也正好是雷网中一个略大的空隙 嘶啦一声 小五的身体应声而过 竟然就那么从雷网中穿了出去 但他的身上也亮起了一连串的蓝色电光 此时 比赛场地外的唐三已经站了起来 双手攥紧成拳 场上的局面明显不是他所能判断的了 按照原本的计划 小五在坚持到这个时候 已经应该认输了才对 连唐三都想不到 小五会如此果决地选择 从对手的第三魂纪中穿越 雷洞自然也更想不到了 他那雷网被小五穿越后 直接落在地面上消失不见 此时 小五身在空中 雷洞的第三魂纪消失 正是旧力刚去 心力未生的尴尬时刻 如果小五此时 是全胜状态 说不定就能抓住这个机会 迅速接近对手一击之胜 可事实上 他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就连身体也是像自由落体一般 朝地面坠落 雷网是成功穿越了 而且是承受了最小的打击 但是 雷网上附带的雷电效果 还是令魂力不足的小五 完全陷入了麻痹之中 焦躯剧烈地颤抖住 已经无法控制 更不用说去抓住机会发动攻击了 雷洞猛地吸了口气 看到小五身体坠落的样子 他自然知道是自己的雷网所致 缓过一口气 两根雷丝再次从掌心中喷吐而出 朝住小五的身体缠绕而去 只要用雷丝彻底麻痹住对手 这场比赛他就赢了 落地 弹起 雷洞的判断很好 但小五给出的 却是截然不同的答案 就在他身体即将坠地的一瞬间 麻痹的感觉终于驱除 双手用力拍击地面 腰弓技能再次发动 身体顺利弹起 正好从两根雷丝上越过 毫不停留地直奔雷洞扑去 雷洞大吃一惊 怎么会这样 雷网的麻痹效果 不应该这么短才对 是的 雷洞的第三魂技 限制能力确实很强 但不要忘记 先前小五在穿越 他那雷网的时候 是选择最弱的地方 而那时候 雷洞完全没有预判到 他的动作 自然无法让魂力完全倾泻 覆盖的面积越大 也就意味住 在一定范围内的攻击力量 越小 尽管是雷属性五魂 也同样无法超脱真理 正是因为如此 小五承受的雷电攻击 远不像雷洞判断的那么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在身体落地之前的 一瞬间再次弹身而起 精确的判断力 这是明眼人给出的解释 可实际上 小五虽然简单地计算过 但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 心中还是按叫一声侥幸 两人之间的距离 快速拉近住 小五的身体每一次接触地面 都会诡异地改变着方向 哪怕身在空中 他那柔弱无骨的身体 也能做出种种非人的柔软动作 规避雷丝的阻挡攻击 看出越来越近的小五 雷动的眼神中明显多了一次慌乱 只要是关注过史莱克学院比赛的人 就不会忘记被小五近身的那些魂师 是什么下场 雷动自然也不例外 无奈之下 雷动身上的第四魂环 终于亮了起来 此时 再布置雷网已经来不及了 他能想到 又能立刻击败对手的 也只有这第四魂技 强烈的蓝光从雷动双臂备用而出 背后的八根蓝色长腿弹起 拔到雷光喷吐而出 与他双臂之中释放的雷光融为一体 一个直径三米 促如手臂的圆环呈现在雷动面前 这正是雷动的第四魂技 锁神环 就像唐三的第四魂技 蓝银囚龙一样 锁神环是无法闪躲的 只有凭借魂力硬扛一图 蓝光一闪 小五那诡异藤月的身影 顿时停了下来 全身已经完全陷入麻痹之中 直径三米的锁神环 此时已经收缩到 只有他腰部粗细 将小五的身体牢牢地估在其中 一道道蓝色闪电 围绕着小五的身体绿洞住 令小五的面庞上充满了痛苦之色 翘脸变得一片苍白 我们认输大师的声音 及时响起 锁神环光芒倾泻而下 融入地面之中 在小五即将倒地前的一瞬间 唐三已经飞快地冲到他身边 抱住了他的身体 小五的身体很烫 在雷电的刺激下 还在微微地静挛住 看住他那双眼紧闭的样子 唐三说不出的心疼 抬头向对手看去 雷动也因为先后使用了第三 第四两个魂技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如果不是大师 不允许唐三参加这场比赛 此时他真想立刻登台 替小五找回这个场子 抱起小五 唐三一步步向场地外走去 而代表史莱克学院 第五个出场的戴木白 也缓步走入比赛场地 两人在身体交错而过的那一瞬间 戴木白的耳朵动了一下 目光与唐三碰撞 向他有力地点了下头 戴木白走的速度并不快 但每一步都是那样的沉稳 双眼之中 邪谋双瞳闪烁着妖艺的光彩 凝视着他的对手 看出面无表情 向自己走来的戴木白 不知道为什么 雷动的心突然有些抽搐的感觉 似乎有些喘不过气来似的 邪谋白虎戴木白 武魂 白虎 魂力 44级 强攻系战魂师 史莱克学院战队队长 一系列的资料在雷动心中闪过 他知道 这场比赛自己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 之前在面对小五的时候 他已经消耗了太多的魂力 而戴木白的强势 在之前的比赛中早已经展露无翼 他明白 自己现在能做的 就是像小五在面对自己时那样 尽量消耗对手的魂力 给自己的伙伴 也是雷霆战队的队长最后出场 创造胜利条件 史莱克学院现在还有三个胜利军 实力又都是四十级以上 这场比赛 雷霆学院想要获胜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他们却绝对不会放弃 晋级赛只是总决赛的石金石 如果在这时候弱了气势 那么到了总决赛也不用打了 淡淡的光芒闪烁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色 双手在胸前合拢 眼中光芒每一次扇手都会令空气变得有些凝重 小五静静地躺在他身边 头枕在他的大腿上 降诸的恢复权杖正释放着光芒 助他疗伤 在刚才与戴木白错身而过的时候 他以传音入密的方法对戴木白说了一句话 大哥替小五报仇 唐三平时很少这样称呼戴木白 从他的声音中 戴木白自然能够感受到 唐三内心的激动 为了小五 唐三本来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做出来的 戴木白心中暗叹一声 看住面前不远处的雷动 伤了小五 算你倒霉吧 比赛开始晋级赛的赛制 决定场上选手不能有休息的时间 当戴木白踏入指定位置的时候 比赛开始 哼一声闷哼从戴木白口中响起 浓郁的白色魂力顿时从他体内喷涂而出 四个魂魂强势出现 在令人牙酸的骨骼劈啪声中 戴木白身形暴涨 五魂白虎护体完成 没有任何迟疑的 戴木白在五魂附体的一瞬间 就已经迈开大步 朝着他的对手迎面冲了过去 雷动瞳孔收缩 他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 自己的关键是能挡住戴木白多久 他从戴木白的邪谋之中 分明看出了蔑视的光芒 我也是四十三级的魂师 比你不过低了一级而已 就算你的五魂先天要比我好 也不能如此轻视我 在短暂的权衡之下 雷动身上的第四魂环直接亮了起来 他的魂力被小五消耗掉了超过五成 他知道 如果自己再用几个低等魂技之后 恐怕连释放一次第四魂技的魂力都不够了 第392章运筹帷幄 大失下 为了给戴木白最大的打击 他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锁神环第二次出现在雷动面前 而戴木白却好像没有看到 他那锁神环凝聚的光芒似的 第一魂环亮起 一层白色光芒覆盖在戴木白身体表面 正是戴木白的第一魂技 白虎护生长 雷动怒了 邓氏柱冲向自己的戴木白 似乎在问 难道你就准备用着第一魂技 来阻挡我的第四魂技吗 你也太小看人了 锁神环在雷动面前消失 下一刻 已经完全作用在了戴木白身上 雷环收紧 戴木白前进的身体顿时停了下来 一道道密集的雷光从锁神环中迸发 瞬间蔓延到戴木白全身 正像雷动所想的那样 第一魂环的防御 又怎么可能阻挡得了第四魂环的限制呢 戴木白的目光并没有改变 邪谋双瞳依旧在注视着对手 雷动在施展了这个第四魂技之后 明显有魂力透支的迹象 整个人都摇晃了一下 面如精致 嘴角处流露出一丝不屑 戴木白突然仰起头 一声咆哮猛地从他口中爆发出来 紧接住 令雷霆学院所有识声 完全失神的一幕出现了 戴木白身上的魂环并没有变化 但他的身体表面 却浮现出一层灿金色的光彩 身上因为五魂附体而出现的白色毛发 在这一刻竟然完全变成了金色 咔嚓 破碎声响起 全身肌肉绷紧 力量瞬间释放 戴木白斜眸大睁 束缚住他的锁神环 竟然就那么发出脆弱的身影声 喷 点点蓝光在空中小三 锁神环破碎 戴木白就像叙事以待的猛虎一般扑了出去 怎么会这样 在这一刻 不只是雷动 所有雷霆学院的人脑海中都已是一片空白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戴木白看上去明明没有使用魂技 却能从雷动的第四魂技束缚中挣脱出来 为什么他并没有被锁神环中附带的强烈雷电麻痹 戴木白自然不会给他们答案 当雷霆学院的老师醒悟过来的时候 戴木白已经来到了雷动面前 依旧没有使用魂技 只是一只虎掌下拍 重重地扫在了雷动的肩膀上 在虎掌拍出的一瞬间 虎掌弹出 雷动的身体就像稻草人一样直接飘飞到了场外 在昏迷之前 他清晰地听到了自己骨骼碎裂的声音 虎掌利刃 在他背后留下了五道深深的血槽 他的整个左肩骨骼已经完全破碎 如果不是戴木白流利 单时这一掌就能要了他的命 排飞对手戴木白却像什么都没做过似的 转过身 朝着自己比赛开始之前的位置走去 他的目光与唐三相对 斜眸中闪过一层淡淡的紫气 唐三脸上多了一丝微笑 向戴木白竖起大拇指 他们这边眼神交流住 另一边的雷霆学院却不干了 雷动的伤势极重 此时整个后背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人昏迷 左臂软软下垂 戴木白的力量比想象中还要霸道 伴随着肩膀骨骼的碎裂 还有几根肋骨也有破碎迹象 这样的重创 别说是最后两场晋级赛 总决赛恐怕也参加不了了 雷霆学院的老师几乎是第一时间 向大赛组委会表示抗议 裁判跑到戴木白面前进行质询 戴木白给出的解释很简单 那时候虽然他占据了优势 但对手并没有认输 他也没有杀死对手 只是将对手打出场外而已 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 事实也正是如此 不论怎么说 戴木白都没有杀死对手的意思 而当时雷霆学院一方 也确实没有表示认输 戴木白依旧傲立在场地中央 低头看看自己的右手胡掌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热血沸腾的感觉 终于不用再隐藏实力了 总是压抑着自己的感觉 真是很不爽 从晋级赛开始以来 在大师的要求下 他一直都没有使用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作为队长 看出自己的伙伴们在场上获得一场长胜利 自己获胜的场次却并不突出 像戴木白这么好上的人 心里又怎么会舒服呢 也只有大师才能让他这么做吧 论年纪 戴木白是史莱克七怪中最大的一个 修炼的时间也最长 他现在已经不再是44级 而是45级 就在前天 刚刚突破达到的 他之所以能够凭借第一魂纪 就挣脱对手的束缚 绝不是侥幸 一想到这些 戴木白对唐三就会产生出强烈的感激 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些 为什么在雷电中他能不被麻痹 很简单 因为一株仙草 一株名为奇荣通天菊的仙草 奇荣通天菊 十只气韵四只 血通八脉 可恋金刚不坏之身 金刚不坏显然是夸张了 但也足以显示出这株仙草的效用 戴木白的白虎武魂与奇荣通天菊 可以说是相得一张 马红骏都在机关凤凰魁的作用下 解除了邪火威胁 令凤凰武魂变得纯净 戴木白又怎么会得不到好处呢 此时戴木白的身体 可以说是金刚之体 全属性抗性之强 连走同样路线的赵无极都赞叹不已 雷电麻痹对于戴木白来说并不是无效的 只是对手的魂力还不如他 他身体的抗性又那么强横 自然大幅度削弱了雷电的影响 至少锁神环还不足以限制他的行动 而锁神环最大的效用就体现在雷电给对手的麻痹上 本身并不如何坚韧 在麻痹无法发挥出多少效果的情况下 又怎能限制得住戴木白呢 这才是戴木白真正的实力 以他服用奇荣通天菊后的身体状况 别说是一个同魂环的对手 就算比他高上一个魂环 对手也未必能够伤得了他 刚猛霸道 这就是戴木白的特点 大师对他的指点 就是将这霸道变成霸绝天下 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 雷霆学院最后一名队员 也是他们的队长 终于出场了 玉天星 43级强攻系战魂师 武魂 蓝电霸王龙 七大宗门中蓝电霸王龙家族直系子弟 论辈分 他还是天斗皇家学院战队那玉天恒的堂兄 只是实力比玉天恒略微逊色一些而已 看到玉天星出场 大师眉头略微皱起了一下 他和柳二龙都是出身于蓝电霸王龙家族 玉天恒是他的亲侄子 这玉天星也是他的堂侄 更是柳二龙父亲的长孙 柳二龙是他的亲姑姑 看到宗门中人 大师难免会想起自己和柳二龙的事 他已经交代过戴木白 面对对手不用留守 只要不违反规则杀死对方就可以了 并不是他不尽人情 而是他不希望因为自己而影响到史莱克七怪 你要为刚才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玉天心狠狠地盯视住戴木白 作为雷霆战队队长 眼看着自己的伙伴重伤 他的眼睛已经有些红了 戴木白淡然道 那就要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冷哼一声 玉天心在低吼中 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一团夺目的蓝光 从玉天心眉心处骤然亮起 紧接住蓝光瞬间扩散 从他眉心处降入全身 一条条蓝紫色的肌垫 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 围绕在他身体周围游走 额头处多了一个蓝色的闪电标志 和当初的玉天恒不同 他的身体有两个地方 因为武魂附体出现了变化 出现变化的是他的双臂 衣袖因手臂的膨胀 而全部爆裂化为灰烬 手臂的长度增加了半尺鱼 两条手臂极其粗大 附满了蓝紫色的鳞片 手变成了爪子 覆盖着同样的鳞片 蓝电霸王龙五魂 从三十级开始 每获得一个魂环 身体的一部分就会变得类似于龙 当初的玉天恒是三十九级 因此只有一条手臂是这样 此时的玉天恒超过了四十级 两条手臂都变成了泪龙形态 不论是气息还是气势 现在的他都要比当初的玉天恒强大许多 凝视着对手 戴木白充分地感受住 对手身上扑面而来的压力 当初面对玉天恒的时候 戴木白第一次感受到了 来自武魂上的威亚 现在这种感觉 又从眼前的对手身上出现了 作为上三宗之一 蓝殿霸王龙家族的武魂威力 无庸置疑 但是戴木白相信 在服用过奇荣通天局之后 自己的白虎武魂已经绝不在对手之下 看住对手发红的双眼 戴木白的邪眸双瞳变得更加深邃了 两人彼此对视都是分毫不让 第三百九十三章 奇荣通天 琥珀龙 上 大师静静地站在史莱克学院选手区 注视着即将开始比赛的二人 脸上神色平静 虽然戴木白并不是今天史莱克学院最后一名出场队员 但对于他来说 这就是最后一场比赛 正像武魂殿白金主教萨拉斯所说的那样 这场比赛史莱克学院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地面对对手 除了自身的实力之外 就是大师这接近完美的安排 双方的碰撞终于开始了 舌电奔涌 欲天心力笑一声 身体腾空而起 直奔戴木白扑了上来 以战斗风格而论 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他 无疑和戴木白一样 都是强弓中的强弓 在蓝电霸王龙家族每一名直系子弟的血液中 都流淌着充满攻击性的血液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只有进攻才能最直接地击溃对手 蓝电龙爪同时爆发 欲天心发出的是两道龙爪之境 这就是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强大之处 每提升一个层次 武魂的威势就会更增几分 同样的魂技 在不同层次施展时 受到武魂本身的提升就越大 作为顶级武魂 蓝电霸王龙无疑拥有着这样的优势 戴木白没有闪避 在他们这样的战斗之中 谁先闪避 那就意味着已经输掉了比赛 所以 他不但没有闪躲 反而以更加强横的姿态赢了上去 同样适用出第一魂技 在白虎护身杖的作用下 白光涌动 虎掌上利爪弹出 龙虎四掌在空中剧烈地碰撞在一起 轰 两道身影几乎同时向后飞退 戴木白身上舌电缭绕 金色长发在雷电的刺激下 无风飘扬 手臂上的白虎毛被刺激得根根树立 蓝电霸王龙武魂的雷电元素 可不是雷珠所能相比的 应接了这一记蓝电龙爪 戴木白的身体 正在承受着雷电的强力冲击 但他的对手也绝不好受 玉天心那双覆盖着龙铃的手掌鳞片上 各自留下了五道深深的白痕 上面的鳞片都已经出现了裂痕 白虎力找的锋利和霸道 同样也给他留下了痕迹 从第一次碰撞来看 双方竟然是势均力敌的 淡淡的金色光芒 从白虎毛发下浮现出来 其容通天局带给戴木白的金刚 不坏防御快速地化解住雷电 带来的危害 双方的身体几乎是刚一落在地面上 就已经再次弹起 又一次朝着对方冲去 戴木白在前一场的比赛中 魂力只是略微消耗 而他的等级又比玉天心高上两级 此时两人的魂力 可以说是完全持平的 这场比赛拼的就是 双方的武魂与魂技 谁的实战能力更强 武魂更强势 就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双方都没有任何迟疑 邪魔白虎第三魂技 白虎金刚变 发动 蓝电霸王龙第三魂技 雷神之怒 发动 浓郁的白光变成了金色 戴木白的身体骤然变得雄壮起来 覆盖全身的白色毛发 全部变成了金色 只有额头上那黑色王子纹路清晰显现 碰撞的肌肉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这一次 甚至连他胡爪上的利刃都已经被金色渲染 攻击力的提升已经达到了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 在白虎金刚变的作用下 此时的戴木白实力无一放大到最恐怖的地步 欲天心的雷神之怒与戴木白的白虎金刚 便本就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雷电能力提升百分之百 魂力提升百分之百 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强势彰显无一 强烈的蓝光完全变成了蓝紫色 就像一层雷电组成的铠甲覆盖在他身上 那双龙爪明显变得更大了 先前被胡爪留下的裂痕完全消失 这一刻 双方的魂力都已经提升到了极致 真正的碰撞 开始了 比赛场地外 不论是各个学院的学员 还是那些皇家骑士团成员 此时的目光无不集中在这场比赛上 这才是真正强者的碰撞 真正的精彩 尽管比赛双方都只有40多级的魂力 但强大的武魂与他们那暴力的眼神 无不向人们证明他们的恐怖 哪怕是贵宾台上那些魂力 远高于他们的魂世界强者 也不禁为之动容 不论是玉天星还是戴木白 他们的必胜信念已经感染着所有观战之人 雷霆万军 白虎猎光波 第三魂技辅助下的第二魂技爆发了 浓郁的金色光球击射而出 迎接他的是无数蓝紫色雷石的宰射 绚丽的紫 经两色光芒在碰撞的一瞬间 整个场地上 彭扶亮起了一个特殊颜色的太阳一般 庞大的魂力波动 令整个比赛场地中心为之颤抖 双方都没有使用任何技巧 只是纯魂技上的比拼 越是这样 就越是危险 一旦哪一方被迫于下风 那么 比赛就会立刻结束 而且失败的一方 必定会是重伤结局 又是一声巨响 碰撞的两人再次由接触中飞出 两人的身体都变换了一个方位 雪丝 分别从他们的嘴角处蔓延出来 双方的力量都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两人的身体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变化 但从他们胸前剧烈的起伏 就能看出刚才那一次碰撞 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 玉天心凝视着戴木白 戴木白也在凝视着他 戴木白的对手 无疑是雷霆学院王牌中的王牌 在蓝殿霸王龙家族年轻一代之中 玉天心与玉天恒 一直被誉为最出色的双子星 两人的实力始终相差不多 只是因为玉天恒的年纪 要比玉天心小一些 这才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为了追上玉天恒 为了让家族将重视更多放在自己身上 玉天心一天也不敢松懈 他付出的努力 要比天赋在自己之上的堂弟更多 在前来参加这次大赛之前 他就已经想好了 一定要在总决赛中堂堂正正地 击败自己的堂弟 向所有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人证明 自己才是未来家族最好的继承人 还没见到玉天恒 怎么能输呢 戴木白无疑是史莱克学院中的天才之一 在唐三到来之前 哪怕是马红俊的天赋 也要逊色于他 邪谋双童 天生异象 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天起 就已经注定了他一生的不凡 背景离乡来到天斗帝国 来到史莱克学院 他为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 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 在他心中从来都不会存在失败二字 他不能输也不会输 面对等级相仿的对手 他心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执着 这样的两个人 就像针尖对麦芒一样冲撞在一起 决定结果的只有他们最后的实力 到了眼前这种时候 同样骄傲的他们 就算有技巧也绝不愿意涌出 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场尊严之战 他们要用绝对的实力击败对手 而绝不是技巧 风格机器相向的他们 早在第一次碰撞的时候 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谁也不会更改的决定 没有再使用魂技 两个人的身体再次碰撞在了一起 这一次是完完全全的肉搏 虎爪与龙爪分别落在对手的身上 分别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龙铃四射 虎毛飞扬 龙虎之争完全进入了白热化的境地 每一次碰撞都必然会有所损伤 鲜血开始流淌 一道道伤痕开始出现在 这两个强悍的男人身上 但是 他们的目光却依旧是那么的执着 毫不掩饰地流露着对胜利的渴望 轰 伤痕同时摔落在地面上 各自搓出一道鸿沟 魂力在第三魂技的作用下急剧消耗 戴木白爬了起来 玉天星也爬了起来 但他的速度却比戴木白慢了半分 两人的脸上都已经看不出表情 他们身上的衣服更是被鲜血所沾染 因为用力而带动骨骼发出的声响 从戴木白身上蔓延开来 他的邪眸中此事已经充满了狂野 来吧 让我们决一胜负 最后谁还能站在这里 就是胜利者冰冷而邪义的声音 是那样的霸道 尽管他还只有17岁 但此时的他 看上去却已经是一位 真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郝玉天星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应 两人几乎同时吐出一口鲜血 强大的魂力又开始在他们各自身上凝聚